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差错 让他难敌89岁的天命 在1969年 也就是蒋介石83岁的那一年 在阳明山发生一次严重的车祸 蒋夫人宋美龄当时也在坐车上 她同样受伤不轻 根据蒋介石的侍从官表示 在那一次的车祸之前 蒋介石的身体状况还不错 但是车祸之后 蒋介石的健康就江河日下 在1972年5月20号 第五任总统就职之后 蒋介石陷入了长达半年的昏迷 这几乎是一脚踏进了鬼门关 当时总统命在旦夕 但是在刻意的消息封锁之下 台湾的民众一无所惜 有人认为蒋介石之所以陷入昏迷 宋美龄要负很大的责任 就是为什么的 台湾起初今天要告诉您 蒋介石他的最后十年 1948年抗战胜利的喜悦没多久 中共趁机作大 国民政府内部的贪腐日益严重 红宋家族掌权造成了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通货膨胀严重 民生凋饼 这也是民间反蒋声浪 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 1948年11月 徐邦会战实力 五个全美式的机械兵团 一共55万的大军 全部遭到中共瓦解 外传蒋介石一得到消息 气到当场把一张会议桌给掀翻了 众多的将领是吓得面色如土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蒋介石他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 他想走出关底大门道 就外面花园来散步 大家这个还是跟平常一样的 这个安全警卫 就布置得很粘密 他一看到他们那么多人 那么这个回到他四周 跟他身边的侍卫搬 我又不是犯人 你们这么看我看 你们都这么混 侍卫把这个饭盛好 然后端过来的时候 他吃了一口 什么又吃机器米 我不吃机器米 虫竹 他要吃那个以前手工倒的米 把那个他的大衣脱下来的时候 要找个地方挂 找不到衣架 衣架在哪里 混账 衣架在哪里 就这样子 一点点小事情 也会大发脾气 在这个时候 直觉的大乌亡海 所以今天 一直流 已是中风气氧 撤退来台之后 随着年纪慢慢大了 蒋介石的脾气收敛不少 最重要的是 他发脾气之后 很少会气氛 跟随他身边多年的侍从人员 甚至可以从他骂人的话中 得知他生气的等级 大人难免会有错 他这个很亲密的大人也说 岂有此理 那再重一点呢 就是说文章 那很年 到这个问题很年重的时候 他这部加了两个字 文章结了 最终的时候 他就会砍你的脑袋 但是我们那个位 蒋介石的贴身 侍从副官 乌员 长时间在他身边服务 对蒋介石的脾气 可以说是摸得一清二楚 他说蒋介石生气的时候 经常说要把某人 拖出去给枪毙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只是气话 也没有谁真正被枪毙 而晚年蒋介石 更是变成了仁慈的长者 考上他们这个 校伍校员 那是过年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 一百块 他点点一张一张吧 点了点了第一次 点了都点了一张 他一再重回来再点 一张一张十张 这一张也抽回去 他就拿了就加入完 这个考上你 你要好好的利用 要好好用 这个是总统考上 几个孙子围绕在身边 蒋介石笑开欢 蒋介石的晚年 线条柔和不少 他的生活始终十分的规律 而且简朴 1969年时 蒋介石虽然已经高龄83岁 但是他的身体 仍然非常的硬朗 活动力十足 气色也极佳 不过就在同年的七月 发生一场车祸意外 让这位军事强人 身体开始走下坡 总统车队是从四里 往仰明山走 经过了领头的时候 因为有好像要 要让一部 这个军用这部车 是这样的情形 就可能发生 这个自己的车队的 冲撞 蒋介石先生就鼻头流血 然后整个胸部往这个玻璃碰撞 然后甲牙也碰出来 然后阴狼的地方 也因为太靠近玻璃 然后稍微浮肿 然后更严重的是 夫人 他整个人躺在这个脚踏板上面 在那里哀嚎不宜 然后那时候随意车 就是核战兵将军 他在第一时间 马上跳下车 然后打开车门 看到夫人躺在那里 马上把他扶起来 然后往农民总医院提救 车祸发生之后 军方全面的追查 这辆导致总统和夫人 受伤的吉普车 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某个师长的驾驶兵 闯了祸 师长跟小兵 他们躲了一阵子 而且大家也一直在查局 一直在查局说 这个到底是谁 后来总算查到了 结果师长马上撤职 因为严重损害 这个领袖的安危 然后那个小兵也判了刑 车祸发生之后 外观看起来 是宋美龄伤的比较严重 但是蒋介石受的伤 却是外表看不出来的内伤 老众主就从那开始 这个身体的状况 开始慢慢慢慢恶化 完全是车祸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讲 如果没了车祸的话 现在可能还会 再还八年十年会有问题 因为那个冲撞的 引起他的心脏的快大 那他也知道 这个距离他的大线不远 他自己也警觉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一度曾经不想连任总统 希望是由严加干 或者是直接由蒋经国来 这一个接任下一任的总统 因为民国六十一年的时候 他已经是八十六岁了 在那个时候八十六岁算高龄 你说老年人都不会有毛病 不可能的事情 我认为把这个当成一个连接来看说 是因为车祸之后 他的健康的情况是迅速恶化 我想这个是不太武断了一点 根据前台视主播盛竹回忆录记载 1971年10月31号 蒋介石85岁滑诞时 台视播出特别的节目 画面是蒋介石正在向全国的军民挥手之意 没想到导播一个生物 竟然在荧幕上秀出了大哥不好了 当年这样子的插错 有可能要派出坐牢的 蒋介石后来知道 他只念了两句 真是晦气 晦在深究 不过说也奇怪 蒋介石的身体自此以后 真的是大哥不好了 总统五千本来有两个喷水池 那个喷水池从空中鸟看下来 是两朵白色的梅花 然后那个喷水池 水柱一喷上来的时候 好像两只白色的蜡烛 然后中间那个车镜 就是那个阅兵的那个阳台 就好像一个灵桌 后来大家说 哎呦这怎么得了 这个白色的蜡烛跟一个灵桌 那不是要办伤事的吗 所以后来赶紧把它打掉 中心宾馆 它是背向这个台北市 然后面向七星山 最糟糕的是 他的大门口竟然有他的爱将 胡宗男将军的服务在哪里 有猪眉头那种感觉 这个因为我们台湾人的习俗是 有时候部署亲人 甚至于父子 有时候会很贪夸 1971年双十节 蒋介石85岁 他仍然是以强人之姿和夫人宋美玲 一块参加国庆阅兵大典 外表看起来蒋介石精神异议 但是从一些细微处 可以察觉他的身体发生的变化 左边这张是蒋介石的亲笔字迹 是在车祸发生之前写的 字体端正有力 而右边这张 则是在车祸发生之后一年所写的字 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字迹已经不如以前的工整有力道 发生车祸以后 很多的这个血管硬化 这个开始嘴弦 讲话的舌头就开始 这个是我的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都只要发现这个症状的话 我都会跟医生报告 有些示威人员比较敏锐的 他们发现蒋介石只不过上午出去 上班或者是开会 或者是主持一些仪式 回来之后是满身虚汗 无漏偏逢连夜雨 蒋介石的身体开始出现了警讯 由于心脏的扩大 造成排泄时无法太用力 他的便秘就必须要靠着侍从官们 以人工的方式来排除 偏偏这个时候有一名前姓的副官 一时大意把老先生的肛门给弄伤了 他没有直接从肛门 这个直肠里面关进去 他就是在他那个肛门周边 那个染 很 就像我们这个皮肤 就从这个皮下 拆进去以后 挤了这个肝油 才是他的肛门困难 把整个肛油群往旁边的肌肉 往面搓 所以整个血如柱 就整个灌满了整个马桶 然后后来蒋介石每次看到 这个前儒标 就说都是你 都是你这个前户官 总统的健康会走下坡 你就是罪魁祸首 肛门受伤让蒋介石的健康 是雪上加霜 也让他一个多月无法坐卧 只能够侧躺着睡 而让示威队震撼的是 这一名弄伤总统的前姓侍从官 竟然被抓去判军法 禁闭了五年 软禁吗 还是 软禁 软禁 本来是总统下令是要送军法 赫兰那个孔司会长 他跟他求情说 我们自己用这个事情不能 因为一送军法的话 就是事情快大 我们用家法来去 所以关在自己的 这个警卫队的一个军事上 历经车祸和肛门受伤事件之后 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2年7月 蒋介石突如其来地发生了昏迷 这一次的昏迷 让蒋介石的前脚 踩进了鬼门关 蒋介石在1972年 这一次的昏迷 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这代表着他的强人政治时代 就要终结了 从他昏迷一直到过世 这将近三年的时间 实际上台湾的国家领导人 已经是蒋介石的儿子 蒋经骨 蒋介石为什么会陷入昏迷 1971年 主治医师已经当面告知他 心脏有了大问题 如果不休养半年 就会有生命的危险 但是蒋介石还是决定 继续到总统府去上班 有人说宋美龄反对蒋介石 不问政事 恐怕是重要的关键 从1972年 总统就职大典之后 蒋介石就很少公开露面 直到他过世 在期间只有四次 他出现在媒体的面前 当时有如风中残煮的蒋介石 每次的公开活动 几乎都是薄命演出 让医护人员紧张万分 甚至还得要靠一些卫装 才不至于当场穿报 在强人证据下 强人是巨人是铁人 要靠称奇整个国家 根据传记的记载 当时医疗小组 曾经当面向蒋介石说 总统必须要立刻停止办公 至少敬仰半年 否则生命堪语 哇 宋美玲一听到 大话雷天 就是说 你知道这样跟老先生讲 你这样不会造成 他心里的压力吗 这样会不会影响他情绪 而且他刚刚才就任总统 他如果休息半年 那老百姓会怎么观感 这样做是对国家大不利的 怎么可以叫他休息半年 那夫人是当时医疗比较着急一点 大概年语上可能较重一点 以医官的一个角度的话 他有这个义务 有这个责任去跟总统 就是病患本身 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换在宋美玲的立场 蒋介石大去 那他立刻失去了 这个第一夫人的称号 所以不管是给颜家干 给蒋经国 毕竟第一夫人不是他 宋美玲反对蒋介石 不问正事休养半年 所以蒋介石必须要在高龄 而且身体不堪负荷的情况之下 背负着身为领袖的重担 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终点 不过也有人不认同这样子的说法 蒋公生病 他一定是尽全力要去 这个我们讲治疗他 让他好好的修养 这个是应该他本性是这样子 不会说这么样的残忍 说真的为了他的所谓的权力问题 不愿意让他 这个好像这个 去好好留养时间长一点 这不符合人情之常 上床以后 大概睡不到一半 突然之间 感觉到那个胸闷气 气传不过来 慢慢从开始 气阶了 开始一点昏迷了 蒋介石这次心脏病发 来势汹汹 情况很不乐观 医生甚至说 如果两个星期之内没有起色 就要做最坏的打算了 两个礼拜以后 才过了这个危险期 才很平安地转到 永总的六病房 开始治疗 蒋介石这一昏迷时间 长达了六个月 1973年元月 蒋介石奇迹似的醒过来 宋美龄和医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蒋介石持续在永总接受治疗 只是他身体变得比以前更差了 我看过他的一个治疗记录里面 讲到大概民国六三 有一次他晚上睡觉 那个卖宝已经降低到 剩下三十几下 很低 所以随时都会有 因为虚拟是问题 随时都有一种危险状况会发生 从1972年之后 蒋介石就很少公开露面 民间渐渐有传言 总统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蒋介石要死亡之前 其实在台湾 民间谣传好多 比如说 重统有养一群年轻人 专门书学给蒋介石换学 所以他才能一直宏观 宏观满面 非常幻化 第一点 第二点是 那时候的警车本来是红色的 突然间改成黑白两色 说是蒋介石已经死了 就是说警戒跟他追到 1973年到1975年 这两年多的时间 蒋介石只有公开露面四次 每次露面都可能围及到他 如风中之主的生命 第一次是在1973年 孙子蒋孝勇结婚 新婚夫妻一块到士林官邸奉茶 第二次是在1973年11月 国民党实践三中全会后 接见主席团 这一次还得要靠着一些小道具来辅助 才勉强应付得过去 他那个放了 他这不听指挥 指挥滑下来 那滑下来 连销售都没有关系 那个手已经萎缩了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袖子拿上来 用那个胶带 绑在这个符石上面 蒋介石第三次的露面 是和孙子蒋下午拍全家福照 摄影师在蒋介石 用剩余的力气抱曾孙的几秒钟的时间之内 按下了快门 为了要安抚民心 当然也必要做这样的一种宣誓 让他用间接的方式 用照片来说明一切 说我还健在 1974年冬天 在宋美龄坚持之下 蒋介石从荣总搬回了士林关底 过耶诞节 1975年3月 宋美龄从美国研览了一名胸腔权威医生 为蒋介石进行侵入性的肺脏穿刺手术 医疗小组派了一个代表 去找金国先生 跟金国先生报告 就是说 这一个手术 会产生很大的危险 那现在呢 预医给蒋介石做的医疗处理 是一种保守疗法 金国先生呢 听了之后呢 因为他也没有这个决定的权利 宋美龄说 这一个从民国61年一直到现在 有三年 三年时间 我们采纳他们三年的意见 那现在听听外国医生的意见 来自自看 根据传记的记载 手术虽然成功 但是却引起了严重的并发症 造成了多次大出血汗呼吸停止 士林官邸几乎天天拉紧包 当天深夜就发烧 一直发烧到隔年 就是民国64年的元月份 才退烧 那发烧的同时呢 蒋介石也昏迷了 到了64年的这一个 一月中旬 这一个烧退 可是他的这一个情况 还是很不稳定 有时候 就心脏会停止 以前是 普通这个停止呼吸的机会的话 时间一路是几个月 才会发生一次 后来说大概是 几个礼拜 慢慢慢慢接近 越来越缩短 大概医生当然要知道 这个究竟人力 很难抵抗一个天物 因为要抢救他嘛 抢救他当然就是要信任医生啊 对不对 那后来医生没有弄好 这有可能啦 手术的时候就会失败 会有风险的啊 没有错啊 那你怎么说 我是为了请你 那难道我问你 蒋公如果因为这样的故事的话 蒋公如果得到权利吗 不可能嘛 为什么 我们有宪法呀 1975年4月4号这天下午 汪源赵立伦职 随是老先生 这一天他感觉到 蒋介石似乎特别的烦躁 不知道是否领约感觉到 自己的大宪已到 那天这个气候 非常的不正常 下午非常闷热 他躺下去 也要起来 起来也躺下去 那我们就反正都是和 医生他的这个 医师做 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现象发生 4月4号晚上 蒋经国照例到 士林官邸 探望病重的父亲 当时蒋介石还和他 谈了几分钟 就在蒋经国离去 蒋介石睡下一个小时之后 他的心电图 变成了一条直线 士林官邸又陷入了 抢救的恐慌之中 医护小组没有想到 这一次再也救不回蒋介石了 医疗小组马上过来 然后开始用电极 因为那时候心脏已经停止了 然后一直电极 一直耳栽 再耳栽 然后整个蒋介石 那个胸腔外面 已经都已经成黑胶状了 都已经因为电极多次 而且味道 那个胶味已经跑出来了 宋敏宁在旁边看了几乎快要崩溃 因为看到自己的先生这样子 被那个电极 极成那个样子 而且在极的时候 都会稍微抽搐一下 那时候整个神经都已经 几乎到崩溃 临界点了 到后来说够了 就喊了一声够了 然后医疗小组 大家就愣住了 喝了实在是 没有办法 最后 就跟到我们这个 整个政府官员到了以后 这个复林圈放弃 就在 在这个 十一点多钟以后 才刚回到七海官邸 睡下的蒋经国 立刻又被集电 召毁了士林官邸 他赶到的时候 看到的 已是父亲的遗体 当天晚上 蒋介石遗体 被送到了荣总 并且开始进行防腐处理 长久的这个防腐的话 就要把那个内脏都拿掉 那他们教育大概也不必要 所以即使我讲 最多维持三个月到半年 即使我把那个武剑上衣套好 他叫靖国先生在旁边 孝子暖暖身 再拳回他的身上 这个棺材的铜棺 美国全球就这么一家 制造的铜棺 那在香港就是没有 要不要就没有了 买了以后 马上中华就 华航就是派捐机运回来 里面摆的没错 什么手杖 什么这个礼帽 什么这个圣经 荒芜干净 都经过那个周主任 消毒过以后才摆进去 就怕他有细菌感染嘛 4月16号 蒋介石大炼 并且以往大溪 慈虎临寝 沿途百姓 慧拜哭泣 画面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蒋介石和毛泽东 几乎一生都在斗争 即使蒋介石退守台湾 他仍无时不刻 想要找到机会 夺回大陆的政权 传说两个人联合是归天 也都要斗法 毛泽东拖着重病 硬是撑到了蒋介石死后 他才甘心离开人世 1971年 对蒋介石来说是关键的一年 也是挫败的一年 美国尼克森政府 靠向了中共的政权 同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可能是一连串的打击影响 蒋介石也在同年 被医生诊断出心脏扩大 危急的生命 我在此时同时间也传来了 毛泽东病重的消息 1972年 尼克森访问北京 特地前往拜会毛泽东 他想要一探虚实 没想到毛泽东的状况还不错 反倒是蒋介石 在尼克森出访北京之后 陷入了昏迷 当时在美国政府官员 都在猜测 蒋毛二人 究竟谁会先死呢 1971年的双十国庆 蒋介石和宋美龄 照例主持总统府前的阅兵大典 台下万头钻洞 蒋总统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 喊得震天驾响 但此时蒋介石的心情 是复杂而沉重的 因为他知道 一场动摇国本的大风暴 即将来起 承转我们的手 并担我们的手 并担我们的国家 并担我们的世界 大当时在梦兰团的下方 选担我们的力量 也在梦兰团 费力量 也在梦兰团上 也在梦兰团上 还有梦兰团上 掌握我们的西海博当上 盦团上 野兵团上 毛泽东掩饰他的健康状况 对岸的蒋介石也在卫妆 1975年初 美国大使马康卫反国术之前 向蒋介石画笔 在宋美龄的掩护之下 卫妆也很成功 几乎看不出来 蒋介石已经病入膏肓 马康卫应该很忠实地 把蒋介石的身体的状况 跟尼克森政府做了报告 应该美国当局应该很清楚 蒋介石离大县不远 特别是以蒋经国 他做过情报首长那么多年 这种事情他心里很清楚 没有办法瞒得过美国 但是可以瞒过一般的老百姓 在马康卫回国之后 三个月蒋介石过世 隔年九月毛泽东也去世 两人的死因 同样都是心脏病发 全天大劲 他的脚一脚是踩着龟 一脚是踩着蛇 那时候因为蒋介石是龟 大家都认为他是龟神 因为他要死的那一天 慈福所有的乌龟都跑上来 大家就说蒋介石死了 毛泽东也快死了 因为龟跟蛇相斗 而且互相都咬了一口 咬得很深 那半了一阵红雨交加 雷霆万天 咬咬咬咬咬咬 打了很久 打到老蒋公断气了以后 到白天才晃起 毛泽东死的时候 唐山大地震 北京那一天也是乌云照目 那一天露青无光 太阳的颜色 就是暗淡无光 一片灰满满 民间传说蒋介石和毛泽东 一生相生相克 还有人出书说 蒋毛两人有一段前世因果 今世注定要终身互动 虽然说是穿凿富贵之说 但两人互相竞争 致死方休 也是事实 蒋介石后半生 始终没有放弃反攻大陆 1964年8月 美国发动在越南的东京湾事件 越战揭开的序幕 1966年大陆展开文化大革命 弄得名不聊生 蒋介石认为 这是反攻大陆的天赐时机 所以十分的兴奋 向美方表达参战的意愿 越战的时候 美国也曾经以台湾为一个中纪战 然后对越南实施轰炸 那我们的中美国政府 也在这方面 对美国也提出了一些 我们的帮助跟协助 包括我们知道 以前的黑北红中队 后来很多也是转到 到这个越南去实施 这个古早的路 他们最喜欢来台湾 为什么 因为飞机直接从清前缸 CCK降落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冰还带着头盔 然后满身的杂草 泥土 甚至连上还凸着迷彩 然后身上是迷彩桩 然后就在CCK旁边 他一下回去 马上就让他洗澡 然后里头在隔壁 就是一间帮你量身体的 把你西装马上就做好 你在洗澡 你在整肃移容的时候 西装也跟着做好 然后就穿着西装 然后进城 进台中城 早期越南和台湾的关系深厚 蒋介石对扶植越南政权 颇下功夫 早在1958年 十任经济安定委员会的专委 李国鼎 他就曾经率团访问越南 而阮文绍总统 也曾多次的访华 两国经济交流密切 蒋介石按住阮文绍 其实也就是想要利用越南 作为反攻大陆的前哨战 越南跟中华民国的关系 其实在抗战时期就有 因为抗战时期 我们对周边的亚洲国家 有一些独立运动 其实都是有在福祉 包括韩国的独立运动 越南也有 越南的胡志明 也是在中国 接受国民党政府 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 暗中的福祉 美国是一向就是 习惯性地背叛他的盟邦 所以我认为 这个蒋介石的几次 反攻大陆的失败 几次的军事行动的失败 不是台湾有什么匪谍 是美国 是美国已经把消息告诉 告诉中共 这是我的怀疑 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 可以说是用尽的方法 在台北的孤军 接到蒋介石准备作战的命令 而台湾驻清泉缸的 装甲兵第二师 被指定为援越部队 箭在弦上 但这些反攻希望 最后都因为美方的不支持 而宣告破灭 应该是民国55年 56年之间 彻底放弃 彻底放弃了 所谓的反攻大陆 就是改采 这一个 用政治 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 完全放弃 武力反攻 所以你想想看 它这个整个 一个人的精神的 最后的一个动力 丧失 大会议压倒多数 通过了这一提案 宣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在76个赞成票当中 还有英 法 义 加拿大等13个西方国家 为避免尴尬的场面 台湾的代表早已 悄然离开了会场 1971年10月25号 正式由中国取代了 蒋介石政权 在联合国的席位 台湾政府随即宣布 退出联合国 中共顺利取得了席位 中国代表乔冠华 立刻启程赶赴联合国 美国媒体夸张地描述 乔冠华他的狂笑声 震破了联合国大会厅的玻璃 同一时期蒋介石正有 主治医师告知 他的身体状况亮起了红灯 退出联合国 无疑是雪上加霜 面临到这种困境 国家的处境的时候 心理上也难免会受到一些 我们讲挫折 因为挫折 心情 情绪也会影响 我想这个也是当然的 1975年3月29号 美国自越南特出军队 阮文绍的政府兵败如山倒 状况就像是1949年的 国民党政府 4月26号 阮文绍弃总统宝座逃亡 蒋介石来不及看到 他一手扶植的越南政府垮胎 就已经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而毛泽东则是拖到了隔年 才含笑九泉 那时候两个人都在等 你死了没 我死了没 那时候我们这边传传去二号 老奖走 然后做动作 可以了 可以了 有人说士林官邸如同是一个小朝廷 自成一格的运作方式 其实是充满了斗争还有权谋的 宋美龄她的权力来自于她的丈夫 蒋介石 而孔令伟也就是孔二小姐 她的权力则是来自于她的阿姨 宋美龄 一个士林官邸的地下总管 文武百官都要向她低头 说起来当年士林官邸和古时候 皇帝内宫其实在运作上面 没有多大的差别 蒋介石对宋美龄极端的密案 而宋美龄则是对她的侄女 孔令伟言听计从 对于掌权的人来说 宠爱就是权力的分享 而在依附着士林官邸的中下游 还有更多的人 靠着这种权力的关系来过后 孔二小姐的一生和蒋家息息相关 蒋介石对她放任 宋美龄对她宠爱 而蒋经国则是对她不屑 如果说孔二小姐在台湾还有害怕的人 那也只剩下蒋经国而已 蒋介石在过世之后 士林官邸门前冷落 车马戏和往日的繁华 如今只剩下历史的遗迹了 要知道我们的责任 就是消灭大陆的空吹 引起我们传播的同胞 回报我们大陆的逛逛 在万经我们 去吃不过 外公看过的事情 蒋介石晚年寄情于山水 而士林官邸这个小朝廷 则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势力范围 老先生早睡早起 饮食清淡 而宋美龄则是标准的夜猫子 不到天亮是睡不着觉的 那蒋夫人呢 晚睡晚起 那先总统是早睡早起 那在刚来的时候 并没有说说 这个不同 这个同房也同床 那后来大概年龄大了 因为生活这个习惯上的 这个没办法配合 会影响到 这个老先生的这种生活起居 他们就自动就慢慢就分开了 那事实上就是同房而不同床 早起的时候 宋美龄身体状况还很好 还比较有活力的时候 宋美龄虽然睡得很晚 蒋介石四点多钟起来的时候 他还刻意醒来陪这个蒋介石祷告 蒋介石是从副官翁远表示 从来没有看过两个人大吵过 通常都是宋美龄开口要求 再对老公撒个娇 蒋介石大多都会答应 前面那个蒋介石退休了 那必须要升个科长 那下面的人就希望 那个陈科长他就跟夫人讲 总的一讲 一个大师傅怎么当科长 他就不同意 那夫人一路在站上就在旁边 希望他下个条子 最后老师就去不了 不过两个人也有闹别扭的时候 只要宋美龄搬出散布政策 最后举牌旗投降的 一定是蒋介石 冷战 这就是装病 夫人对他要求 他不答应的话 夫人最后跟他冷战 你要散布我不去 你要来情况是聊天我就躲进 早年试连官邸的总管是蔡妈 蔡妈是宋美龄的贴身丫鬟 一直跟在他的身边服侍 后来成了士林官邸的大总管 除了蒋介石夫妇之外 每个人都要看他的脸色来过日子 总统的早餐 总统一份他就一份 那个吃过的就这样子 吃是一样的 等于是以前的 李年英了对不对 比李年英还要权力大 切身妖怪嘛 一身就跟着他 那你先来看 我们俩怎么各自跟他比 你事故找哪个 对不起 我们是听夫人的 他的招牌硬得很大 不过一物刻一物 蔡妈风光了日子没多久 就来了个死对头 她就是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伟 人称孔二小姐 也就是宋美龄的侄女 孔二小姐从抗战时期 就一直是宋美龄的小跟班 两个人情同母女 她一到了士林官邸 蔡妈立刻败下阵来 后来孔二小姐来以后 她的这个地位就打下去了 那夫人听孔二小姐 不听她了嘛 所以她后来就赶快 开心 是因为她 孔二小姐是她子女的关系 什么子女 等于说她自己女儿一样 开玩笑 你怎么对了 你不是个下人呢 她是什么皇亲国妾 她是宋美龄的灵魂人物 就是说也可以说是她的情报局长 也可以说是她的参谋总长 那当然在她眼里 在宋美龄的眼里 她更是比她的自己的儿女还要亲的 因为她没有儿女 她把她当做自己的儿女 这样的一个骨肉 自侵 户外男装打扮的孔二小姐 协助宋美龄兴建圆山饭店 并且负责管理振兴医院和复联会 她如同是宋美龄的分身 在官邸内谁也得罪不起她 她在四邻官邸 大声的很 知道吗 所以到圆山 一到圆山走进去 圆山饭店大大小小 我跟讲 一看见她来 那个皮箱夸大夸大进去 那个西装 一走进去 人家人家躲就这样躲 去白宫的时候 罗斯吴还以为她是男生 说买莫 这孔二跟她瞪眼 后来人家旁边跟她讲 孔二小姐是小姐 孔令伟是小姐 不是啦 我不是那个意思 买莫是我对年轻人的称呼 我不是叫你男生的意思 她虽然不结婚 但是她也养妾 她有姨太太 而且是两三个 虽然有很多的这种负面的 对她有一些负面的批评 或者是负面的一些指责 但是我觉得她对于蒋家 是有正面的一些角色功能 比如说这个对于官邸的一些内务 官邸的一些相关的事物的一些协助 她是有她的功能 孔二小姐每天还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每天要读报给宋美玲听 据说宋美玲特别注意台湾的社会新闻 她是看有什么社会新闻 她会建议夫人做善事 这个我倒是 其实她本质不坏 她就是爱惯闲事 就新闻上一直想 这个她会把通知跟夫人讲 夫人讲会通知于律书 把那个小儿子接到送到华兴乐院 这个就是她的 我跟你讲接应的 孔二小姐的诠释越来越大 她连医师开给蒋介石的心脏病配方 都要参与意见 但是嚣张跋扈的孔二小姐 她唯一不敢惹的人 就是蒋经国 蒋介石晚年 蒋经国已经展现了接班的态势 不过蒋经国的很多形式风格 都跟她的父亲完全不同 光是看医生的这件事情 两个人的配合度就差很多 老中人是医生讲什么 百亿百炫 经国先生是医生讲 病是你负责的 吃东西是我的死 糖尿病不能吃糖 她去偏偏吃冰淇淋 吃蛋糕 她说我没东西吃啊 在生活上就比较率性 所以她年轻的时候到台湾来 喝酒喝得很厉害 她的一个好朋友 CIA镀台的站长 克莱恩 她的回路里面就很辛苦 她们两个就像哥俩 在聚会都在喝酒 而且还罚钱 喝得很凶啊 那这个都是影响到 她后来的生理状况 蒋经国展现了清明作风 让她赢得民心 但是她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 想吃什么就一定要吃到的行事风格 去也成为她健康的最大威胁 到那个各地去巡视 这个就地小摊就吃 什么都吃 你看那个 在唐大边很多甜的东西 不能吃 还要这样吃 你到乡下没人管 那四位管不了她 蒋房娘可以管她 在家里她的熬子可以管她 可是到外面没有人管她 吃了就吃了 来个佛罗宾淇淋 那我们是传导 我问医生 那总不要是给她吃 吃完以后她再打针 在慈虎守灵的期间 王源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那就是蒋经国有一天 突然全身发冷战斗 外人看起来就像是重血一般 有人认为 这些蒋经国的身体 开始出现状况的警讯 如果他肯多注意自己的健康 配合医生控制自己的饮食 也许就不会这么快地离开人世 而台湾的历史 或许也会因此改型 蒋经国如果能够听进医生的话 他或许可以多活十年 蒋介石如果没有发生那场车祸 他或许也可以多活十年 只是天命不是人可以控制的 即使是所谓的领袖 是伟人也没有例外 这或许是上天公平的地方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说我们想要 我们再会 台湾指示物 每一集最新的内容 首播都在 每周日晚间11点钟 中文新闻五批评到 请您对此锁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